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施行法禁不合时宜 由正方基督教圣约教会 因乐中学对反方加罗萨书院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的辩语 今场的正方主辩为谢乐园同学 第一副辩为陈天同学 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最后我们的名单有变了 陈天同学应该是二副 第七年同学就是一副 好,谢谢 正方同学的第一副辩是黎心妍同学 第二副辩是陈天同学 结辩为周晋妍同学 反方主辩为李晴怡同学 第一副辩为黄允薇同学 第二副辩为林乐施同学 第二副辩为林乐施同学 结辩为黎耀乐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的评判 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队员 傅永林师姐 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陈镇怨同先生 白岁女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庄建新老师 大家好 本来的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变缘发言的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变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会有一丁的提示 届时我会叮一声 还有会举牌去示意 时间到就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 过时15秒 即会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 届时本人将会打断变缘的发言 并且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发布给各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的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比赛就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请在发言之前先试一试咪 试咪、试咪、一、二、三 请问法方的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法方听得清不清楚 好,谢谢 正方主辩的同学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好,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好,在开始今天的辩论之前 我先向各位介绍什么是法禁 我方对于法禁 由以下定义 第一 法禁只是所有针对人的头发外形 所定立的成文条款限制 清不凡和我注意 是明文规定 第二 法禁限制范围 近至头发长短 远至头发颜色 头发款式 头发维生等等 例如背后的校规里面 就列明蓝色的头发 不可以过眉目 厚老头发不及衣领 发长不过中耳 女生的头发过肩就需要促好 不可以染发 头发需要顺库 整齐不可以标其乐意 以根一 来自广南中学的林扎俊荣学 就向庭纪会投诉 教育学校不让头发过眉一事 引起全城轰动 四书对法禁制度的讨论 议论纷纷 各方对法禁的讨论各执其次 竟然产生出今天的变题 林扎学说 他自己有性别焦虑症 但是在学校现行的法禁制度下 因为自己因为发禁有头发长度的限制 所以不能够留长头发 林同学坚持质疑发禁制度 甚至被学校用 计缺点的惩罚 威胁他改正发型以符合发禁要求 由于我方参照过多家学校的相关移用指引 每家学校的发禁制度 发现头发长度是现时争议最多的部分 具有一致性 也是今次林同学事件的起因 我们今天不妨用发禁制度里面的发长度作为各个研究 对于中学生而言 从学生年纪上兴 他们需要的是自我认知和特感 我们今天认为发禁不入时宜 支持变题叫以下几点 第一 现今发禁制度侵犯人权 孤化政别定型 甚至制造歧视 违反社会示意 庞金世界尊崇普世价值 人权 自由 平等 包容 尊重 就算在座学位都听了不少 发禁制度首先就已经干预了个人发展人权 人权的价值观里面强调 与生俱来的专业和独特价值 继续发禁制度这个威权主义代表 令同学无法建立自身专业和独特价值 强调统一工厂性的管理 早已经是不合示意 而且 发禁制度又进一步固化了 社会性的性别定型 二容规分 管理就是基于社会上固有的性别形象 女生要穿裙 扎长头发 见得温柔得体 男生就短头发 穿裤 见得干净利落 都透过日复日复的操作 以维持和巩固这种社会性的性别定型 事实上 今天香港 乃至世界都不再说性别 就只是体男 体女 社会上就越来越多接受更多的多元性别 学校 这个社会属影的地方 是不是都应该与时并进呢 第二 现时中学发型标准过时 与社会脱节 并与学习无关 小学纯色科也有说 学校是社会的属影 今时今日 中学教育重视学生多元发展 但就说在基础的容守则是如此的过时 只问在座各位 谁更喜欢留陆军装 串头像我那样呢 说出来都好笑 这些在现时的法规制度下 所谓安全的发型 在大众的眼光里已经不合示意 学校的义务是提供学习场所 教育学生 以后 对方 即反方都不争议 它没有过时 我觉得都没有需要再重复内容 是 都可以 想问双方 对于那个时间 有没有争议 反方没有 整方都没有 想问评判 有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过时 还有我见主席离退出去之后 应该是停止了录影 可能 即是也要做回那个 对 我现在开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有点不稳定 是 那现在就请反方 逐遍发言 正在发言之前 先试一下 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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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方承认不让男生留长途法是不合适而要废除 但法禁也不是只得一条规例 香港科巧吩咐人员贴会副会长指出 学生的法禁包括禁止演发电话使用不合规矩的法式 以及男生不可以留长途法 女生如果长途过场就要去扎边 若然今天邮方认为要取消法禁 就必须论证以上的所有守质都是不合适而 而限量变题准则在于法官符不符合现今香港社会的共识 而我方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香港人认为学生要有确实的移用 在香港还会有在不同场合要适当移用 才是尊重场合符合规定的思想 以大学面试建功为例 大家需要穿西装塑整齐的头 以表示尊重 又例如去婚礼 女生要避免穿白色裙 以免和新娘撞衣 可见社会对不同场合不同的人的移用 都有不同的要求 而正正因为这些社会共识 香港人对学生的移用都有一定要求 教育处高级教育主任谭振杰就指出 学校之所以禁止研发 就是因为普遍社会大众认定研发是坏学生的象征 可见社会未达到中学可以研发 碰发的共识 仍然觉得移用确素才等于好学生 而且大家都认为学生的作用 学校的作用就是要帮助学生进入社会铺路 而社会上对员工的外形都有要求 例如老师不可以穿露骨的服装 官员移用要端装 头发不可以染夸张的颜色等等 由此可见 法禁要求学生移用确素 不单止是符合社会对学生的共识 更有助学生出道来社会 符合社会的要求是符合事业 第二 迎合共众对校风的判断方式 大宗注重学校形象 学生的易用矩子就是关键 校风的好坏式 决定一家学校给人的印象 而学生就是学校最大的群体 是学校的代言人 戒外人用最直观的判断方式 就是看学生的易用矩子 而正如论点一所说 厌世香港仍有觉得 染头发是标其立义的就是坏学生 正如云恩 基督教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李建言指出 家长对染发的看法还是负面 而伊丽莎白中学救生会 汤国华中学指出 学校制定法根就是因为大众对学生的形象有既定要求 觉得学生的易用应该要顺确 学校也指出有个别同学的易用 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就会影响公众对学校的印象 由此可见被学生染发 标其立义和每间学校想呈现好形象 给大众的愿景背道而辞 而校规就是最好的工具去规限学生塑造好形象 例如性质提反校园和港青基信校园 就是因为公众会透过学生的行为 而用来评价学校 所以制定法根 而这两间学校的封评都尝得不错 相反 记者林仁对香港笑基创意校园进行 两年来的独立採访并指出 笑基创意校园一开始 因为学生染白刺刀缺席而导致在大众眼中 书院的学生全都是不学无术 风评在大众眼中比较差 最后想问游方 是否觉得中学生 年七色彩虹 头上学都没问题 如果游方又觉得社会大众接不接受得到 多谢各位 反方主辩发言时间为4分0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 向反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为1分钟 之后反方主辩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然后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接着就会轮到 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 向政方的主辩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子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依次序 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就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发问 请在发问之前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123 请问发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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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是可以 好 定 主席 评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我方想问有方同学 有些学校好像南拔 那山这些学校 他们是可以演发 变发 和骤头的 有方同学刚刚跟我们说 头发可能会影响校园 但对我相信这些名校 他们都可以做出 刚刚有方同学所说 是影响学生形象的事情 但为何他们还要这么多人入 还是名校呢 请有方同学等待正面回应 现在发方煮变会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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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便在有請泛方主便作答,請在作答前試試咪 試咪,試咪 請問正方同學清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不好意思,可否再說一次?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好,定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問我們為何難拔他們可以電髮演發,但仍然不會影響校風呢? 今天有方資料出錯,我們可以看到南拔書院是不可以演發和不可以留長髮 而南拔書院是不可以留長髮,也不可以演發和碰發 而且我方主便也跟你們說過,現時的社會風氣,學生就是要有確俗的形象 更甚在不同場合有適當的擬用,多謝各位 然後輪到反方提問,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請在發問之前試試咪 試咪,試咪 請問正方同學清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右方今日說法禁不合示意,因為它侵犯人權 但中學校規定學生不准化妝、上學不准說髒口 在右方眼中是否侵犯人權呢? 是否一是不示意,應該取消呢?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旁拍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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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主便作答 請在作答之前試一試麥 請問法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在作位,大家好 剛剛有關學問我們化妝和粗口 如果出現在校區裏面 如果他們不出現在校區裏面 是否合時意呢? 我方想和對方說 說粗口是侮辱別人的行為 它不是人權的一部分 它本身是摧毀別人的尊嚴 而化妝,今天的問題是說法禁不合時宜的時候 我們今天應該集中討論 頭髮相關的擬容規則 而不是說化不化妝的問題 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第一副便發言 請在發言之前先試一試米 拜拜 主席你忘记了开门 不好意思,想问反方和我听听清不清楚 反方看清楚 好,谢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组,各位大家好 刚才请有份同学注意 今天的变题是现今香港中学 对于学生合司法禁是不合时宜的 这个变题是后两个字 但现今 再者发禁也是很忍着的 代表现今的定时间有特定意识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基于一般性的学校 我们今天讨论的发禁范围 应该在讨论于头发的长度问题 接着 多谢有份同学同学说 同学承认也认为 发禁是很有代性 学校有代性是可以改的 有调整空间是可以代性处理 即特殊情况的时候 学校是可以给酌情权处理的 但这些酌情权全部都是来源于 学校的 由上位者决定 他们怎么决定 是没有白纸黑字写过 没有说过标准 是很蒙误的决定 只要学生够可怜 够出反抗得够大声 甚至是罵上法庭的话 他就可能给你 给不给 再说另外一件事 同时 他也对于一些 怕被学校罚 或者不敢暴露 社会目光之下 的同学很不公平 因为他们不敢出声 但是 自由比赛成全那些 敢出声 死女难女的人 是否对他们不公平呢 再说 头发会影响到 学校的校风 那些 其实是 其实这些是否代表 这些 影响校风 这些是纯粹代表 法规则纯粹代表 学校是为了自己的校风 而限制于同学呢 再说回纪律的问题 我引用于2014年的案件为例 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在2014年被囚禁 他在复兴期间 需要剪走他的八长头发 他一次提出司法复合 然而男囚犯要剪走 小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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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如果在买 达也不提出 好 但未讲完内容 我们都知道 第二最后是胜数 而我方的立場和終審法院都是一樣 是因為頭髮的長度、長短 和社會大眾對於他們的評價 或者對其樂問題是完全沒有合理關連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不讓男生剪短頭髮 不讓男生留長頭髮 要他剪短頭髮 因為強迫性的行為是不合時的 再者,這個絕對是一個性別歧視 看這個審判的結果都知道 它是性別歧視的行為 如果把這個行為放回學校來講 好像林達正同學不讓留長頭髮 或者是王詠希同學不讓留長頭髮也好 這個絕對是一個性別歧視的行為 絕對不合時的,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負面 同學是請發言之前試一試麥克風 自己講到最後 ding 耳麥克風 使剛賴 請問正方的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不好意思,等等讓我分開聲音 糟¿ 不好意思,等等 聽到嗎? 有了 聽到了 謝謝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來到一副環節 我們先插界別題三組字眼 第一不合適 今天一方論如何跟我們說法禁會侵犯人權 現在社會追求的是包育平等 那是否學校不讓學生上課玩電話 佛樓堂這些是否通通在限制學生的自由呢 是否在一方眼中如果有限制等於沒有自由的話 那校規還有什麼可以保留呢 雙方有分兩點議跟我們說現在法刑標準已經過明 雙方有分跟我們說法刑標準已經過時 他說法禁和學習無關 雙方有分跟我們說現在不應該追求以前那種威權統一 所以雙方是否覺得學生不應該統一的話 那是否下復這些通通都不應該再著呢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在規限學生統一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要廢除呢 雙方呢 其實我們看第二法禁 今天我方已經主便跟你說了 我方承認法禁裏面的這條手則的確不合時 你應廢除 但是佛樓今天只會說法禁 不是只是討論長短 是還有演法還有電法這個時候 所以佛樓今天要跟我們論正 佛樓今天要廢除法禁 就必須跟我論正法禁裏面的所有手則 包括演法電法這些全部通通不合時 全部要取消 然後第三我們來看現今香港中學 有方今天問我們說 其實法禁是否就是學校為了自己的校風而制定 其實我們今天看的不單是學校 是看整個社會 其實今天整個社會 香港整個社會都是很保守 大家都會覺得學生的行為 學生的言語 都是代表著那間學校的校風 因此今天我們審視的是整個社會的共識 其實今天香港的社會還是很保守的 香港大家會認為 莊麗應該要穿黑色衣服才顯得尊重 在街上看到一個中學生校服染著金毛頭會心想 什麼事啊 他不是學生來的嗎 為什麼他的樣子完全不像是回來讀書 甚至我們看到其實香港對中學生的期待 就依然是一個樸素的現象 不單是學校 是整個社會都對著校風 是希望中學生的確實的形象 法禁就是合事 甚至我們看到其實 監察性心書院 他制定這個寬服異容 不是為了什麼限制讓他學習 而是覺得外表 監察性心制定 他們的原意就是因為外表代表著學校校功 所以他才會制定 所以看到無論是學界社會 通通達成共識 中學生應該要破數寡 所以今天理應發禁就是要執行 因為他合事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51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負面發言的時間 請發言之前聲 試一試麥 試麥 試麥 一二三 請問法方同學聽清楚 清楚 法方聽清楚 好 謝謝 你現在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作主 各位,大家好 其實大家可以幫我請留意 我们今天由主辩去到义父都一再强调 今天的辩题应该站在现今的法 今天的辩题有现今两字应该站在现今的法庭 以及最第一 今天的辩题法庭里面也有引号是基于特定情况 特定的规矩 所以今天的辩题既然有分同我都承认 过微这条规矩其实是不合时宜的时候 就是側面认证着现今的法庭是不合时宜 有朋友今天说到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成名规定 说去桑栗屁时要穿黑衣服等等的规矩 有帮同学请留意 明文规矩 明文规矩的 我方主辩也提到 法庭是有些明文规矩的时候 有朋友说的只是一些社会的印象 根本就不是法庭的讨论范围 再者有没有同学提到 其实今天整个香港社会 其实都是一个风气 学生应该纯托 有方同学留意你所说的印象 是不是真的社会的风气 今天还是其实只是一些家长的意见 如果今天整个社会都是保守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有这条辩题的产生 根本就不会有人讨论 再者今天有方同学一再强调 标其立业就是坏学生 我想有方同学看一看我方的镜头 我们的主辩同学都是留着一个陆军装寸头 我想请问有方同学今天在家里面有几行 会有人看到留着这个发型 他都是标其立业 他是不是坏学生呢 有方同学 着着各位 今天社会其实对很多身份都有些既定造型 男生应该比较健碩 应该穿裤 女生应该穿裙 学生应该比较纯确整洁 老师应该可以很尊重 有方同学我想你仔细思考 其实这些即使有这样的印象 社会即使真的有这样的印象也好 其实是否真的合理呢 现代社会讲求土石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多 有方同学都听不少 就由于我方主辩所说 但是现今社会就由于基本法都有写到 第三章第28条都有写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人身自由 现代社会是不是仍然可以这么不尊重 每个人的身体自由呢 再者有方同学说到 其实是一个社交化的地方 未来工作其实都可以有法禁 即使今天的工作是有明文法禁也好 但他们会不会写到 不可以过微不可以过中意呢 有方同学想想想都知道 其实今天的工作场所 其实都可以过微的时候 而学校不可以 今天质面应征住 今天的现今的法禁是不合时宜 再者有方同学 今天辩题是因为林习俊同学 因为性别焦虑而产生的法禁问题 引起社会的讨论 我想问有方同学 究竟香港有多少人 好像林习俊同学那么勇于发表意见呢 有方同学说到 其实校规是可以改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弹性空间 就是继续应征住 其实现今的标准根本是不适合的 根本就是忽略了一些不敢发声的同学的时候 那是否仍然对 现今的法规是否仍然是对这些性小众不公平呢 我相信 一会儿一会儿的同学正面回应 是否认为现今的法禁是保护这些性小众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想问刚才正方同学和评判是否听到我的钉声 好 那正方第二负面同学发言时间为3分31秒 有过时需要扣分 请评判在分子里填写扣分的分数 谢谢 主席主席 想问一问扣分是每5秒5分 这样来的吗 是没错 OK 谢谢 现在到反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 请在发言之前试一试麦 试麦 试麦 请问请问同学听不清楚 好 谢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分同学跟我来说 现今香港的法则只限制长度 但根据香港学校训导人员协会副会长指出 学生形容手术包括男生禁止长头发 女生如果过场要绑头发 禁止研发电发 以及不可以用不同的发色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原来现今香港的法感 不只是限制长度 还是限制大家的头发颜色 大家的头发的弯曲的时候 不明白为什么 今天有分同学只跟我们讲长度 再就是今天有分双重标准 在有分眼中 限制学生不可以讲粥口 就是合时宜 但同样的性质的法感 又不合时宜 所以有分判断 是否限制了大家自由的标准 究竟是什么 在有分的标准底下 究竟有什么效规可以保留 有什么效规又是不合时宜 反正有分台下发明的时候交代清楚 再者 其实今天有分不断强调的头发长度 我方同样同意是有问题 需要废除 所以今天有分论为什么担心的问题 已经被解决了 第二其实今天要看的 今天变题讲的是合不合时宜 所以大家应该要看的 不是法官里面的条例 合不合理 对不对 而是要看社会上的共识 今天有分跟我们讲 其实这个社会已经接受到大家去染头发 但为什么若然社会接受到大家去染头发 头发过场的时候 即公民高级培训主任谭建宗指出 大部分的雇主都觉得面试者如果头发颜色不自然 就会觉得他不重视这场面试 若然社会这么有共识 觉得头发过场 染头发这些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这些雇主还会这样说呢 再者今天变题讲合不合时宜 有方觉得社会的人觉得自然颜色的人 还是七彩发色的人 谁更能够带给大家尊重场合的感觉呢 若然今天社会达成了共识 觉得学生演发电发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现时社会还会拒贫一群一头金屋的学生 是古惑仔 为什么学校还因为担心社会用学生而评价 去评价校口风而去设立法呢 再者其实今天有方跟我们说 学校是为了校风 为了形象去限制学生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讲粗口很平常 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打辩论不可以讲粗口呢 大家没有试过跟人说你打辩论 他会回答你辩论是否大家平时的吵架 大家都知道辩论和吵架不同 我们会稳知你们会想反驳 但若然在场上是可以讲粗口的话 对辩论是既定印象的人 就会觉得辩论和平时的吵架没有分别 所以当大家想塑造一个辩论是理性的形象的时候 就是要禁止大家讲粗口 但我们也不会说法规不合示意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想被人对辩论有负面印象 觉得辩论是不理性 而今天学校设立法 其实也是一样的 学校生大家社会觉得学校是纯粗的 是一个良好的学责环境的时候 而今天社会觉得点头发变法 等于说学生 学校就是要设立法 去限制这些社会对学校的负面印象 多谢大家 反方发现时间为 3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时间 请政府派出入位台下辩论发问 请辩论开启镜头并且试试麦 请先试一试麦 谢谢 试麦 试麦 谢谢 请问反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反方听得清清楚 好 谢谢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 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双 作为各位评判 大家好 有分同学提到 社会要求学生确素 并认社会不同而容易要求为例 但学校怕那么极愈康 例如不可过微不可演发 但求职根本不会遇到以上的要求 哪里可以有这个可比性呢 请右方正面回答 多谢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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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员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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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又弹了出去 那现在准备时间结束 我一会为了公平起见,我会补回一会儿 可能正方的准备时间也会延长 那刚才应该是延长到1分45秒左右的,不好意思 那现在反方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又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去回答 试咪试咪 请问正方和我听清不清楚 好,谢谢 那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员工去面试,带着厂门头的人去面试 会令人容易产生反叛,想出位等不合分的感觉 实际上,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社会共识 原来你已经在说的是教育处高级教育主任谭慎杰都指出 染法是被社会大众认定是坏学生的象征 还有同音基督教学会社会工作系主任李健言都指出 普遍家长都对染法的体面负面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共识都是觉得 一个学生不应该染头发 很棒 多谢各位 现在就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 请问正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好,谢谢,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右方第一个论点就说发禁是侵犯人权和歧视等 那就等于是不合时宜 那到底在右方的眼中有哪些校规是可以保留 而有哪些是不用保留的呢? 例如现在学校会规定学生要穿校服 不要化妆、不要茶指甲油 那在右方眼中 这些是不是都是侵犯人权、歧视等等呢? 所以想问一下右方要求穿校服 不让学生化妆、茶指甲油这些校规 是不是全部都要废除呢? 还是有方同学是双重标准? 觉得这些校规不是侵犯人权、歧视等等 只是得法禁系呢? 多谢各位 正方现在因为刚才的网络的障碍 所以现在补回时 就是有1分45秒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是这样的重点 就是有很多信任的 不忍受 muchas差别人 所以要查一下 是描图的 一定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 这准备是可以 照顾的 那么不过 欸 好 所以 我们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 you. 订定!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入委便员作答 在作答之前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 请问法官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法官听得清不清楚 好 谢谢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组的各位 大家好 刚刚那位师傅跟我们说 我们要举出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什么法规是要废除的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举例的 因为法规只是一大的内容 而今天的讨论范围 今天的变体 即是在于学区里面的移用手质 移用的变极头发限制的问题 再说 刚才学友 主题开始讲到今时这个时间 他还在讲什么 头发要染啊要电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话波的推论 所以反正反对方同学 就算他们真的染啊 真的电啊 那是否代表他们真的是画学生呢 这只是社会对于他们外观的一个既定印象 其实是间接着加深他们的歧视 才会有方同学 就是圣经这个歧视是突然的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请派出这一位台下变员进行第二次的发问 请变员开启镜头并且试骂 请问法方同学听听不清楚 好,谢谢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是否承认发禁是有一种性别的差别待遇呢 在学校女生可以留长头发,短头发 但是男生就必定要留短头发 这种行为是否存在着差别待遇呢 有方同学是否承认发禁是有一种性别的差别待遇 甚至是有一种性别的歧视呢 请有方同学回答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没问题 对 突然说 不应该怎么办 有多分之一 有五分之一 我可以VER得到 想要有我们接触 也不是 不应该是 对 不应该是 对 很 对 很 对 叮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便宜来回答 请在回答之前先试一试咪 试咪 试咪 请问正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正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正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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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方问发禁是否有差别待遇 我方答你是 但我们也承认这种差别待遇不合时 所以今天发禁是弹性的 我们可以修改 我们批准男同学留长头发 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可以改 再者 今天有方同学说 我方觉得染头发对于坏学生 但从来都不是我方这样觉得 社会就是这样觉得的时候 因此学校就要切立发禁 令社会对学校的营造更好 例如是东华三院陈志文中学 他为了维持校风 所以就规定学生不可以研发电发 又例如是沙几湾观纳中学 他为了可以令学校风气稳和一点 所以就规定学生不可以研发电发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若然今天社会社会会标签一班 染了头发的人是坏学生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还可以跟我们说 现时社会风气是接受到学生研发电发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请反方派出入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 请问政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好 谢谢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试意 可以 定 大家好 有方同学今天想得很理想 觉得为了追求我们所推送的自由 就可以有得学生做什么都可以 可以研发 甚至是不再效果或者查纸甲油 但现实正如我方主便所说 在现今社会上 大众对于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标准 甚至云恩基督教学院的李建言都跟我们说 现在普遍家长都觉得演发是画学生的象征 所以今天要问有方的是 如果挥除所有发禁给学生演发 社会代众见到的时候 会不会是赞赏 还是对他们有负面影响 负面印象 甚至是批评他们呢 多谢各位 政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全部都在用别人 在用探索的进程度 一定要计时 在用探索的位置 可以看到 这些事情 那大家可以说 不说 有什么时间 有什么时间 请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员回答 请在发言之前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1,2,3 请问范芳同学听不清楚 范芳听得清楚 好,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刚刚的范芳同学,由开始主辩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问我们 是否取消了发言之后,同学就会立刻去剪彩虹头 争备特色的电头呢? 但有范芳,首先我先指出你的法波谋误 你在尝试和我们说,取消了发言之后 同学就立刻会去电头,去剪彩虹头 但有范芳同时也很有趣,和我们说社会风气很保守 有范芳,指问那些同学又怎样去剪彩虹头呢? 有范芳又承认了社会上的人 对这些有特殊发型的人是有偏见的 那温何,现在继续发言制度 是否正在加剧着社会上对电头、染头发的人的偏见呢? 谢谢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再次为了我刚才网络的视频道歉一声 接着现在是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作准备,现在开始计时 要联系我 就像这一段时间了 再次拍摄事件 对我们的烈画 其实是精神的 准备情报警 对这一段时间 有人请问,说我如何 但是,我们的本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由化方结变总结 请化方结变总结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目 但真是不好意思 那現在有請反方的結辯去進行總結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先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請問政方給我聽聽清楚嗎? 好,謝謝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去我的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香港是不是你想到這麼開放呢? 其實今天雙方出發點都是為學生好家 但可惜有方今天好心做壞事 說到解除法可以令學生自由一點 但這件事套回香港這個思想 仍然處於保守的社會 帶來的後果從來都不像你看得那麼輕 思想一下 學生頂著一頭金毛去搭地鐵 受人歧視 變少許頭髮又被人說不破素的時候 他們受到社會的白眼、披擊 這些反效果有方有沒有想過呢? 來到結辯環節 等於三條問題歸納全場 第一,究竟標準是什麼? 今天方標準是很模糊的 我方問他 校服是否要穿裝油不可以發這些效規 是否都不適合呢? 發音是否為何又可以立呢? 他跟我說今天不討論了 但是他執著於有引好的發音的 但是發音的定義就是有包含染法這些 他只是看強烈的時候又如何論證 今天面對呢? 其實他邏輯都出錯 他覺得有規則有規限就沒有自由 但說得不是這樣的 有自由也不等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人家說到自由這麼重要 法例、校規是不是通通都廢除了它呢? 因為全部都限制了一定的自由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現在社會的人覺得 人要在適當的場合有適當的言用 是不是學生頂著七彩投 大家都會讚好他們很認同他們的做法 從來不是 所以來到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社會的共識是怎樣? 一方說到香港是很開放的 前場問他 前場問他有關從學 面試的時候 家長面試的時候 為什麼面試官會對染法的人有點偏見 覺得他們是輕浮不尊重場合 家長為什麼都會覺得染法的學生是壞的學生呢? 他不懂得回答 反而求職的時候不需要有發音方面的要求 就等於沒有這個共識 就奇怪了 我分得舉了很多例子 明明現在很多人對於染法 就等於壞學生 等於古惑仔的黑板印象仍然存在的時候 明白為什麼 明白有方所說的社會開放的共識從何而來 其實今天 很多學生面對著一些社會黑板印象 廢除發音 更加會帶來一些傷害、一些反效果 第三個問題 就是社會有沒有黑板印象 台下就跟你說 發覺染法不等於壞學生 這只是社會的既定印象 沒錯 我方都承認 染法不等於壞學生 可惜這就是社會現時的共識 其實有方都承認了 現在社會的確存在一些學生不應該研發的社會共識的時候 今天討論的辯題不應該在於社會風氣正直的推出 還不應該在於社會的事宜 社會的共識 當所有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是事宜 有沒有都承認了呢 為什麼 其實來到尾聲不妨我用一些生活的例子跟大家看一下 男人做家庭主婦 女人養家就叫做食軟飯 女人嫁給別人一定在家上夫教子 這叫做女人守則 你說你喜歡去旺角 那一定是古惑仔 你要紋身了 那你一定不是什麼好人 就連食指煙休息下 都要被人說壞過海庭 可能這樣很難聽 但這個的確都是社會的聲音 的確就是事宜 不知道大家對於一開始的問題的答案有沒有改變呢 今天法禁正直是眾多社會價值觀之一 自然合乎事宜 故事今天變態理應不成立 各位 反方結辯 發言時間為3分2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這個證科的結辯去總結 是,OK 好,請問反方的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反方聽得清不清楚 好,謝謝 那證科結辯同學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幫同學一直說到香港是保守的 不是這麼開放 但是我方想問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只是局限於香港呢 連我們偉大的祖國都跟我們說 我們要怎樣? 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 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看回今時今日的法禁 和國際的標準來看 是過於嚴苛 是不合適言 所以有方同學的結論點 根本不成立 還有有方今天一直質疑 我方對自由的界線在哪 根據人權宣言 自由即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事情 有方同學舉到 什麼上課玩手機 這些例子 他講到 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 其實上課玩手機 根本就是影響老師上課 影響課堂 不尊重老師的表現 根本不是合理的 根本和頭髮是沒有可比性 因為今時今日我們演發漏長頭髮 是不會影響到課堂的 今天我們對頭髮 是不是侵犯人權的這個爭議 其實沒有停過 我們不妨看一看美國的一個例子 在滿清末年 一位清朝的人 在美國被警察 學令要剪掉 要剪了條鞭 他不聽 於是就被拘留了五天 後來法官其實判警方要賠償這位滿清人 因為即使 美國人覺得中國人留長頭髮是很奇怪 法官都認為 雜鞭是不影響他人的權益 是屬於個人的自由 有關法刑一時 就像人對食物的喜好 對音樂的興趣 喜歡什麼樣的書籍一樣 其實皆屬人自由的一部分 美國在二十世紀都已經有這樣的共識 難道我們香港要時間倒退 時間倒流 連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比不上 其次有封同學 今天都一直說 社會其實都對頭髮有這個要求 人力資源部是不會請頭髮五六顏色的人 有封同學自己都會說 人力資源顧問是不會請頭髮五六顏色的 這個標準和今時今日中學條文所規定的法禁 根本就不一樣 今時今日中學條文裡面所說的法禁 是連自然的法式都不一樣 都不行了 當我們看回現在社會是不給頭髮五六顏色 還有現在中學是連自然的法式都不給的時候 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今時今日中學所實施的法禁是過於嚴苛 其實今天整場辯論打了那麼久 我們不妨停一停 想一想其實為什麼要實施法禁 法禁的本質又是什麼呢 其實呢 法禁的本質其實都是為了紀律 好像今時今日其實那些紀律部隊 軍隊依然在實施法禁 但是沒有人覺得他們是不合時宜的 因為軍隊紀律部隊就是有紀律 軍隊要求士兵上場打仗 其實是要他們絕對服從命令和規矩 是不需要他們去質疑那些命令和規矩的 因為在戰場上 你去質疑那些命令和規矩就是死路一條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學生 在學校學習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分辨對錯 法禁這些由上至下去頒布的規則 要求學生絕對服從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學生回到學校 是要學習如何去思考 我們如果難忘這樣去服從這些規則 不加思考 就根本不符合今時今日教育所認爲的最終目的 不符合今時今日教學的事業 那麼有封同學就會問 那麼我們比起頒布法禁 應該用什麼去規矩學生呢 其實我們應該用共識 老師有給更加多的時間去輔導學生 究竟怎樣的頭髮才是合時意 究竟什麼的學生才是合適 最後 好方電台 今天電台是健康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8秒 沒有過時 不需要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將會與評判和評判 稍作聯絡去處理分子的問題 也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去評分譯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 三位表現比較佳的辯論 再分辯 所以比喻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現在我將會用WhatsApp和評判聯絡 請這個對賽雙方在手後片刻 先請一位認識 最佳一位得30分 逐一是为到今场的比赛去比喻这个评分 那如果评判没有特别次序的要求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个评判的名单的顺序去先后请评判去发言 那现在呢,就先请傅榮林小姐去就双方的表现去给予评分 谢谢 好,那实际上再次多谢赛会邀请我做评判 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 坦白说整场的辩论我会说是很混乱 我自己听是觉得很多立场是说不清 那这个我稍后会逐点去说 但是如果你问我整场比赛推准 其实我可以说中间是没有推进 就是我会觉得负面的位置尤其是义副 其实我更正中就是相关义副 其实我都没怎么办到任何东西 因为你们基本上都可以记住前场的东西 那你说我判准真正的两点在哪呢? 就可能是台下发问 可能单纯有一两题的问题 另外觉得,咦? 其实评判都期望想听的 而我有这个判准 那所以你说撇除可能超时的分岔可能大有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我比双方的分岔 不会真的差得太理论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双方其实在立场上面 都说得是有点奇怪的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第一 斟着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们双方都用了小小的蝙蝠呢? 去到争论呢 究竟发禁的这个范迷呢 是应该讲到哪里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三个辩论都会不断地在那里说 喂,那发禁 那我们只讲发长得啦 那应该不讲烫化、染发这样 坦白说你问我 其实发禁的范围也挖到多大 其实是 我相信对你们的立论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我意思是正方 都可以说了 烫化、染发都是不合时宜的 应该是 应该是容许他们这么做的 反方都可以说 烫化、染发、烫发 这些都可以合时宜的 都依然可以 对不起 应该依然是在校规之内 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双方用这个蝙蝠 尤其是你们提出了这个侧言之后 其实你们都没有为 你们的立论拿一个标准的 就是说 喂,为什么发禁 反方都说 为什么只剩下你发禁 只是讲发长 为什么你不用其他东西 其实对你们的立论 是没有任何所得的帮助的时候 似乎你们不需要把这些蝙蝠 在针着于究竟发禁的范围是怎么样 除非是对你们的立论有帮助 由于我真的觉得 负面的位置 基本上我听到来 都是跟主编 但如果有任何人教就心平 甚至乎那些字眼都差不了的时候 我觉得比赛是没什么推进 但是一个需要赞赏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政方一副 提出了梁国雄的那个案件 是挺亮眼的 因为我觉得 是能够从一个比较权威的角度 和我们说 就是说 咦 那个社会的评价 我觉得 就是留长头发 保持纪律 但是其实这个对于 就是有一个权威 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性命歧视 也都对于保持纪律 是没有帮助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佐证来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 既然你一副 下了一个这么好的基础 二副都应该跟进的就是 既然我们社会上的这个案件 已经讨论过了 譬如林大靖同学那个事件 都已经有进展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是跟随着 这个社会的发展去廢除呢 那么听上去 你们的论点 就比它一物相诚一些 就变成了不是 但是你后场只会返回前场的东西 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可惜的 那么 第二件事呢 想说一说 我觉得双方呢 都有一点不太明白 其实对面 就是这些问题 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先说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呢 反方今天也提出了 很多的东西 例如求职的时候 一些人力资源的东西 或者殯儀 去婚礼 这些呢 我们都有一些 叫做约定组成的一些 礼仪上面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正方有一个可以回应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区分 他们两个是不同的 不而且可能社会上面 有一些礼仪 我们需要遵守的 例如殯儀 或者去做喪礼 一定要穿黑色 可能建东真的 的确确要整结 而用整结 但是在学校 这个那么特定的 context 下 学校扮演着的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会不会跟我们 这些社会上面的 例如有所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正方 是可以再做一个 区分 变成你的回应 就会更加知道 那个层次就是 我们可以区分到 我不是反对社会上面的 那些例如 也不是反对社会上面 那些弱的造成的东西 但是学校 可能他们有特定的 context 例如 他要尊重他们 要给一些空间 学生去选择 也有学校可能 要有这样的能力 给学生去选择的时候 那就会尽了一个区分 令到反方 不会因此而吃了你们的 point 那其次就是 譬如我都觉得 你听不明白 对方背后问了什么呢 例如就是 台下发问 当政方同学 我记得就是答案 社会 那些答案 我记得是这样的 政方同学就说 既然反方同学 觉得社会那么保守 那些学生 就算解除法禁 都不会去染彩虹头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你不太听得明白 或者你都不太明白 自己立场背后的东西 其实按照政方 你这么想解除法禁 其实你应该更加希望 那些同学 我再推过立场 觉得极端一点 你应该更加希望 同学染彩虹头 因为你觉得 是给了学生一个自由 你应该乐见 就是同学可以选择 更加不同的方式的发应 所以我觉得如果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立场 是可以再清晰一点 就不要那么斩隔纸 比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了 变成这些答案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双方觉得 一些不清楚 就是社会期望 当然了 我也欣赏反方 尝试用了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资料 去论证 就是究竟社会期望 我们可能求职 建功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规矩 但是 我就会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你们在论证上面 你们 就是这样讲了个资料 我觉得是很直线逻辑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说 总之姓森的指引 就是说 外表仪容 会影响到校风 所以呢 就是合时意 就应该保难在校规之内 就是呢 如果你们仔细听完你们的比赛 其实你发现 你们引用了很多资料之后 都是直接这样讲结论 就是说 总之就是合时意 是因为关于校风事 所以就很合时意 但是你都没有跟评判解释就是 就是究竟 究竟 就是中间它那个correlation 那个关于是什么 就是例如 一开始你们所说的 主辩 说 兆基错与输乱呢 因为染头发 有时就刺刀 所以呢 风情就很差啦 这样 那就可以有很多因素影响的嘛 就是 一间学校的校风是怎么样 就是 就变成了我觉得是很直线逻辑 就是你们可以 虽然你们 给了很多很多资料 这个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 可能上一场比赛 都是 就是打这条变体的 学校可能都是很日常生活 给一些很日常生活的例子 你们有这么多资料是好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线逻辑地 拿个结论呢 我就觉得不是 这样 所以我觉得论述上 是要多一点 那 就是很坦白说 我觉得唯一一个 我可能会觉得 两眼一点的地方 就是譬如反方 直接在台湾发问 就是 哪一种考规是可以 是可以保留 可以不保留 都问那些立场问题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就是因为 按照 按照政方 如果你说所有考规 都是会侵犯人家的时候 那正方应该有一套说法就是 为什么 譬如 为什么讲粗口是可以保留 或者为什么 就是应该有个明确一点的说法 这些纯粹可能 纯粹一些小部分的问题 问得中 问得中 我心中期望 我就给你那边 但是 你问我 双方的战场 我觉得很清晰 或者是否真的有个很明确的地方 赢了呢 在我认为不是 是的 但是 都 不论如何 都相信 其实 可以学与大家打一场 这样的比赛 都很困难 所以 不论今天结果如何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谢谢 感谢傅小姐的评语 现在再请陈振苑先生 去做 就着双方的表演 去给予评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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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时间都可能有限 那就想要怎么说 首先 第一件事 对于 应该这么说 当我们去理解这条变题的时候 其实整天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那个 立场上面 我们究竟是要怎么看呢 那这条变题呢 就是说回一些背景 就是我刚刚都做过上一场的比赛 那跟今场来对比呢 我觉得今场有几个地方是很不同的 第一 今场大家比较能够去扣紧 就是所谓合适宜这个字眼 对了 合适宜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有些东西如果是 就是我跳出那个 应然性的讨论 就是我不是说应该不应该去推行法禁 而是说推行法禁 是合不合适宜呢 就是这样 那在这里呢 就是说一说反方 反方采取一个 我觉得是很 真小人的策略 就是说的说话 我觉得都 颇为难听 尤其去到结变的时候 说的那些说话是难听 但是按照你的立场 又的确是说服到我 这个是叫做合适宜 反方是认为呢 社会 它 就是所谓合适宜 就是合乎社会的期望 而社会的期望呢 就是 发禁 就是说 觉得那些学生的发型 应该是要 最简单的 不可以演法 演法等等 那所以学校能够回应到 社会的期望 那这个就是叫做合适宜 那OK 当然这个 这个的 它的推论 其实是有地方可以质疑的 但是起码按照反方 它自己去 就是建立所谓对合适宜 那个的定义 而 它又的确是说到 即使是很难听的说话 就是是啊 社会是这样的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不接受 但是社会就是不接受 所以我们学校 就是要去配合社会 因为社会不接受 所以 继续行法 那就是合适宜 那这样 OK 难听 但是我欣赏就是 就是 的确是很拘捕到所谓的 所谓的合适宜 这一步 那双方 正方都OK的 正方有说 就是所谓的事宜 那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社会 其实是 逐步去买向要自由 包容 尊重 那所以你如果是侵犯到这个人团的话 那你就不合适宜了 但是很可惜就是去到后场 其实没有真的在这个位置那里说太多 另外就是 因为你一开始开得太大 就是说到有自由 包容等等 变了反方就很容易 按照着你这个这么宏大的定义 是不是一直在问 例如粗口可不可以呢 化妆可不可以呢 上堂玩手机可不可以呢 等等等等 就是既然你说就是自由 自由大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正方当你去想那个论点 或者想你所谓对于事宜 下的一个定义 假如你说定义开得这么大的话 那你要承受有一个风险 就是你这么大的定义底下 当中一定会有些漏洞被人抓住来打 今天的感觉就是反方有些地方 当然都不是说很 就是我又不认为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就是不停用不同的类比 你用不同的例子去问你这个情况 是否要比呢 那个情况是否要比呢 那就看到正方其实是有些其余不明 在这里 但是当然也都要说就是 反方用这些类比 其实我不是 就是有些地方不是完全同意 又或者是去到 后期你那个立场真的很赤裸 你暴露出来 我才觉得这样你用这个例子是OK的 最明显那个就是粗口 就是你说如果是说 就是反方说 如果是说要自由的话 是不是粗口都应该要给他们说呢 这样 其实一开始我是相信 就是我是同意正方那个回应的 正方是说粗口不同 因为粗口搞到人 粗口影响到人 他不尊重人 不礼貌 所以粗口不应该说了 但是相当之 这些实际法究竟有什么地方是影响到人呢 除了你纯粹说的那个校风 可能外界的学校或者学生的观感之外 它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呢 其实反方是说不出 反方说不出有一个实际的影响在这里 只不过我又说去到后段 我又开始同意反方那个说法 就是因为反方他去到后面 直接捕捉了脸 就跟你说是没有影响的了 或者我不知道它的影响是什么 总之社会觉得这样就要这样了 OK 那这个就是合自意的做法了 那我觉得是OK的 就是这里都可以给他过的 但是正如刚刚说了 反方这个说法其实都不是无的 或者不是没有地方可以拆的 我自己小小的想法 当然可能是你们事前有想过 或者是都尊重过去一个星期 大家的准备一定是比较多的 那我純粹是提供我的一些意见 大家交流一下这样 我会想一样东西就是 反方觉得是 就是学校要配合社会的需求 社会需求是什么 学校就应该要去做 但是问题是教育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而当我们今天去审视这条辩题的时候 我们除了说法禁是不是合自意 另外一个很重要字眼就是中学推行法禁 是不是合自意 也就是说中学它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它去做这件事 它是不是合自意呢 具体的来说就是说 其实今天大家是暗地里同意了一个前提 就是学校应该是要配合社会 为社会 就是社会需要些什么 学校去制造些什么出来 OK 但是这一样东西 这个想法是不是合自意呢 其实这里都可以受到挑战的 尤其可能一些教育里面的理论 就是说以往我们觉得学校 是成为一个工厂 去制造一些学生出来 去投资这个社会 但是问题是来到21世纪的时候 学校的角色是不是单纯这样呢 有另一些的理论 其实是觉得学校或者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其实 应该是引起社会去前进的 OK 就是说社会上面有些观念可能是错的 但是学校呢 应该是要去教育学生 什么是正法的观念 这样 譬如说我当 其实正方都是用弱律 用过部分的例子的 这样 可能是 刚才我不记得正方的用法 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譬如我当 种族歧视 或者譬如黑奴等等 这些 有段时间社会 整个社会都接受这一样东西 是不是代表学校 因为要配合社会的需要 就去教这些东西呢 或者反过去 其实学校或者教育工作者 其实他是有能力 去判断一件事本质上面 对不对 继续去灌输他的学生 就是去教育他的学生 那如果学校 就是如果正方 你一开出来的立场 就是说学校的角色 应该是要引起社会前进的话 应该是要学校可以主动去判断 究竟法禁是正确 而不是跟随着社会的意见的话 那你说到这一样东西 就是说学校的角色 应该是要引领社会的话 那有方同学 你说那些学校要配合社会 社会觉得是怎样 学校就要跟随 有方你这个对于中学 对于教育的这个想法 才是不合适宜的 如果去到这一步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 在主线上面 或者对于学校应该要怎样做 学校的角色 就是学校的定位上面 那正方可以打的空间 就会大了很多很多很多 就不会像今天那样 就是变成反方 可以说一些很缩骨 很难听 但是你有反驳不到的东西 那就最主要的想法 大概是这样 其他有些的滞毁 可能如果你是有兴趣 就可能他透过主席去 就是再联络我 那交个时间给主席 感谢陈先生的评语 另外我已经将比赛的结果 是发送了给评判 那请评判去查看WhatsApp 以确认那个的结果 谢谢 那现在也都去请John老师 去围堵双方的表现 去给予评语 谢谢 大家好 各位午安 我想这条辩题 一个老师的角度去说 那我都尝试很忠肯 因为都有时候不免 就用了一个管理的角度来看 那其实这条题目 我自己觉得 有一样东西是 政方比较疏蚀的地方 就是他要走的路 是可以 其实是比较窄的 那你问我的话 最常见的走法 其实政方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他知道这条辩题 是要打道德高地 他知道是要打自由 知道是要打男女的不公平 其实这些论点是有力和可行的 也都这么说 因为政方可以打的战场 其实不是很多 那其实那头我自己觉得是开得不是差的 但是一去到展述的时候 我觉得这方面 我觉得政方要做多一点点功课 例如你要讲自由的时候 你最多就是讲到自由是天赋的 自由是人权来的 是不是 但是其实你无论处理任何变题都是 就是普世价值自由这些东西 讲完一句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你需要有一些可能是国际的组织 例如是联合国的人口基金 他曾经说过 原来人身体是有自主权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人人都有 那为什么只有学生没有呢 是不是 那我觉得这方面 政方其实要 可以多多少少功夫 去把你那个自由 讲得清楚一点 是不是 那第二点去讲到的就是 这种自由 是不是只是香港学生没有呢 其他国家的有没有呢 是不是 那其实你如果找回不同的地方 其实他都有法例的 他都会有 有有有有有一个 就是现行的做法的 那我觉得都可以类比的 那这件事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可能讲着 日本啦 有些个案的 又或者可能讲着 台湾啦 那他都有法例去去讲的 那这个我觉得同学仔 这里可以做多一点点 那讲一条辩题啦 那就是讲着法禁啦 那其实大家在定义 双方去定义的时候 尤其是政方呢 其实要做多少少的功夫 就是 什么叫做法禁呢 又或者法禁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 一刀刺一面刀 只是正面和负面呢 那这件事我觉得都 双方可以想一想的 那第一样可以想的是什么呢 法禁呢 不代表 不管 就是没有法禁 不代表不管的 是不是啊 就是正如很简单的 就是 法禁是有些 现在就是很现行的法例 就是 现行的效规就是 有些东西我们不给的 OK 有些东西我们不给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给不代表 就是管不了的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给 正如很简单的 老师其实 都没有说法型要怎么样去做的 或者很多大人 其实他都没有说法型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的 其实他都没有说法型应该要怎么做 公司没有规定他的 但是为什么你不会见到 就是像你们所说的 你不会见到老师会有个彩虹头 是不是 是因为其实他本身那个社团那个形象 那个气氛 他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是不是 而说到人权和自由的时候 你将那些 例如是不要过尾 或者是一定要某一种法型 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其实你是侵犯人权的 但是 其实政方可以做多一点的就是 其实你这些你可以不敢的 是不是 你不要那么明文规定 你是纯粹出个指引 说要整洁 是不是 要樸素 是不是 这样这方面 我就觉得可以是一个转机 是不是 就是你 你发禁的意思是不准做些什么 是不是 我反过来跟你说 你应该 我保障你人生的自主权 但是我建议你 因为配合学校的 可能形象 一个学生的形象 专注学校的时候 建议你这样做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 会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好打一点的主线 也都会 可以的话 可能 反方如果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 有机会是会占到上风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点 那第二点 讲到的是 男女平等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我觉得都容易去 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点来的 但是我想 目的就不是 只是说完就算 男女平等 性别定型 那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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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眼出现就算的 那你应该去说的就是 这种性别定型 有些什么的影响 又或者说 其实现行 有没有一些 我们的校规 其实已经改进了 而发型 是没有改变的 那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 在说的是 是女孩子究竟穿裙还是穿裤 那其实这件事情 大家都 可能过去 可能很早期 没有什么讨论 但是近期 其实都多了 就是如果天气冬的时候 或者怎么不可以穿裤呢 那这些其实会在学界里面 都多讨论 那这方面 我觉得 都可以用来类比 是不是 就是说的 现在是说 你限制我发型 你禁我 不准我短头发 可能 有些学校 是不是 可能男孩子的长 少少都不行 是不是 那这件事情 是侵犯人间的 就是如果政方 是要这样打的时候 所以可以 在这方面 做一些类比的 那再推一步的就是 学校作为一个教学机构 是不是 它是什么叫不合时宜 就是你要问一下 时宜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 现在讲的是 很多跨性别的观念 讲的是 可能你以后出来 工作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 可能是一些跨 可能性别定型 不是好像学校 那样想的时候 你怎么去自处 你怎么跟人相处 学校是社会缩影 是不是 你跟那些人 就是你平时你惯了 跟那些性别定型 很一致 跟社会价值一致的时候 但是可能你出来做事 那个环境 未必是这样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会不会 应对有问题呢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 继续推论下去的 那这些是 就是我觉得 政方 在站方方面 可能有点输蝎的 但是 是不是 叫做没有路走呢 那其实又可以是 这几方面 我有一点意见 可以看一下 就是会不会 这样打会好些 那至于 反方方面呢 其实 我自己觉得 就 那攻击点 都是比较 就是 频发一点点 正如第一位 评判所说 就是 那些类比呢 有时候其实 不是很正确的 或者其实 有些打法都挺危险的 例如什么呢 在说的是 例如 桑礼的打法 你桑礼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不尊重你 验过彩虹头呢 但是其实我很简单 我问回一句的就是 桑礼 有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禁什么的 是不是 其实反而是没有的 反过来 如果政方去说的就是 桑礼 正正就是没有禁一件事 反而它是告诉大家 你要对先人要尊敬的 那其实 为什么效规不可以 就是我给那个指引你告诉他 告诉他 那个发型应该是朴素的 那个发型应该是要 就是 不妨碍别人的 要在卫生方面着手的 是不是 正正就是好像 你不一定规定 你桑礼要穿什么衣服 是不是 你禁着什么衣服 反而是你 进来尊重 安静 是不是 又或者你的衣服 没有一些冒犯性 是不是 那其实已经是对的了 所以有时候的类比 未必是很正确的 就是例如有些 其实正方都会说的 例如讲粗口 那些 或者有正方都会说 有些滑波理论 是不是全世界都是彩虹头 是不是 其实这些我觉得正方说得对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 我们无可避免反方是要将一些情况 或者将一些学生去妖魔化 所谓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可能正如 刚才两位同学所说 如果有时候这样去用这些 为主要攻击的时候 单薄起来的时候 其实听起来都未必那么好听 那我有一点点建议 就是有时候可以说的 你反正都是实际的 就不用一个攻击点 就只是在于 啊 这件事 社会都是这样的 社会都是保守的 在学校都是被动的 那都是保守的 是不是 那其实可以多一点点的 就是从一个 头发本身的性质 和头发本身 就是这件事 就是嫌疑于管理来到去讲 因为其实头发呢 有时候 你不跟校服 或者不跟一些校规 可以很清晰的界定 有时候真的 有灰色地带的时候 那可能你下校规 就要给那些灰色地带 消除灰色地带的时候 有时候不免是会嫌一点点的 那这种嫌 是不是对学生很大的影响呢 那其实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点的推论 在学校的管理层面那方面 或者在学生的一致性那里 是不是 去讲的时候 那就会给你 纯粹就是很单薄去讲的 就是这个社会是这么守舊的了 那所以没有办法了 那你出来 就会 就是你都要约定俗成去做的了 那这里会好很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刚才写下的就是 其实出来 就是说应征和 就是 头发 就是学校的处境 其实我想又不是很相似的 就是正如你应征 其实有时候是瘦身的嘛 就是正如你寿司狼 那你一定要讲日文 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说 你限制了一个议员的权利 那样的 那其实那个处境是有点不像的 那所以那个类比 我又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所以就 就是我想要小心一点 如果不是就 可能整条主线 或者推论方面 就是可能都会 就是会有一个影响在那里 那我今天的分享 回到这里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张老师的评语 现在将会去到宣布赛果的环节 在公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到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为 现在的变题为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施行法禁不合示意 由正方基督教教育圆兼乐中学对反方加落塞书院 正方得票为0票 反方得票为3票 赛果为0比3 由赛果为0比3 反方获胜 恭喜 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再致为我引起的网络问题 人类的不变的自怯 多谢大家